提供的都是因一些特殊服务 原理是一样的 这些服务行业也是考虑到什么 基本上都是以人工成本为主 而目前付给人工的这一部分 工资也好 劳务费 这个尽项是不能抵扣的 所以像这样的服务行业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这样的话 他一般纳税人 你让他按抵扣方法交 他没尽项 税负就中了 这时候选择简易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公交运输 你想你运输的都是中端的消费者 所以你这镜像就转不出去了 这样的话 简易方法 第二是动漫企业 动漫企业最大特点就是人 只有人 他没有别的 他也不用买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是可以 电影的放映 仓储 装卸搬运 快递 文化体育 所以大家明白 这不都是人工成本 没法抵进项了 很少 对不对 营改增之前 已经获得的动产 营改增后 提供了经营租赁服务 考虑到你 考虑到你营改增之前 买进来的这些都没让你抵扣 因为你是营业税纳税人 结果你在租出去的时候 他又变成增值税纳税人了 因此可以选择简易 啊 营改增之前签订还没有执行完毕的动产租赁 道理是一样 好 这两个点是我们的综合体会容易涉及的 就是营改增以后的 一个呢 是轻薄工的方式 一个是架工工程这种方式 当提供了这些的时候 他就可以选择用简易方法了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轻薄工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买材料 人家主家自己买材料 你就落为纯粹给人提供人工服务 没有尽相 所以没有可抵的 啊 这个道理清楚就行 然后非学历的教育 这没什么 试点营改增之前就已经开通的道路 乔杂 这就选择简易 然后是人力资源的外包服务 都是人 非企业性的单位提供的一些特殊的信息技术服务 他可以选择 按简易方法 最后是教育辅助服务 这些我觉得考选择题 计算题概率都不是特别高 这些大家看看就行 应该说有可能在计算提出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建筑里面的轻薄工和甲工工程 OK 这就是一些特殊服务 咱们只要把原理清楚就行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专门说的是针对不动产 这就好说了 写了一大堆 您就记住了 主要是在 都算在 营改增前 都算老项目 不管你在营改增以后 销售也好 出租也好 这时候都可以过度 选择按简易计算方法 所以这些我就不一一来念了 总之这个不动产 都是在营改增之前 发生的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一个 最后 在当用简易方法计税的时候 可以按差额来核定销售额的 不是全额的 我这里要特别提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 向业主收取的自来水的水费 这个不仅差额 而且是简易计税方法 扣除对外支付的水费后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 按照3%的征收率 缴纳增值税 这个跟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很多 因为我们很多一些个单位呢 是租着那个物业公司的物业用房 比如这个产业园区 我们在租了一层楼办公 这就属于我们是业主 人家是物业公司 出租这些个产业 用房 来作为办公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出现什么 我们是一家企业 然后就到了这个什么 这个产业园区 这个产业园区里面专门有物业管理公司 专门来管理这个产业园区 那我们的企业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呢 就租了一个房子 就租了这个办公用房 租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办公用房 在里面办公 你看我们好多一些产业园区 都是这些企业招商嘛 都进去了 于是在经营过程中呢 就出现什么 企业我们在租这个办公用房的时候 必然会牵扯到水费 用水呀 但是水表是谁的 水表肯定是物业管理公司的 物业管理公司的 于是呢 这时候物业管理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首先先对企业收取水费 然后把收上来的水费再付给谁呢 付给自来水公司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就说自来水公司 根据水表上面的这个产权人 是这个产业园区物业管理公司 它要向物业管理公司收取水费 它绝不会向我们这些个成租人企业来收 因为水表的名字不是我们这些成租人 是出租人的名字 于是呢 自来水公司每个月查水表 查完这数 给这个产业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开发飘 于是呢 收取 物业公司呢 先收我们的这些成租人业主的水费 收上来之后 它再付出去自来水公司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是一进 然后一出 对不对 那如果这物业管理公司 它是一般纳税人 它如果绝对要让它采用抵扣方法交税 大家看它税负就中了 为什么中了 当它从我们的企业收取这个水费 假设本月收取了八千块钱水费 那如果按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 它收完了 递给我们的企业开票 自来水是适用低水率的 按正常 它应该开九 九个点 不用减一计税方法的话 那我们这物业公司收的八千 先要记提销项税额 对不对 它的销项税额 就拿收取的这八千块钱 除一加9% 要乘以9 按九个点来交 这样我们的企业 拿到这张九个点是可以抵扣 它就变成我们企业的进项 完全可以抵扣 这是跟生产经营有关的 但是物业公司交完了销项呢 下一步 它还有进项 它还得付给自来水公司支付水费 这时它又支付了自来水公司 假设付了多少七千块钱 那么自来水公司就得给物业公司也要开票 但此时自来水公司在开票时就带来一问题 我们刚刚讲了 自来水公司也是一般纳税人 它按照检疫方法寄税 它绝对不按照抵扣方法交 所以它给物业公司开出的这张专票 税点只有3% 税点只有3 所以它的受罪期间 它是拿七千块钱 除一加3% 乘以3 交的增值税额 那自来水公司的销不就变成你物业公司的进吗 转嫁给你 你是可以抵扣 你是完全可以抵扣 自来水公司不能抵 它是检疫方法 进项不能抵 给你开专票 你可以抵 那你就是相当于七千块钱 除一加3% 乘以3% 这是你当其可抵的进 我这一摆这两个式子 大家就看出来 要一眨眼的功夫 这一进一出之间 您的税负自己承担增加了6个点 您消火不了啊 我消交的实施9个点 我抵才能抵3个点 那剩下这6个点我都抵不了 那我税负就中了 所以呢 这是物业公司 它就面临这问题 主要是因为自来水公司 不给它开9个点 它要开9个点 一进一出都是9个点 它就没问题了 所以考虑到 物业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税法才说了 您 即使是一般纳税人 但是仅限于 在收水费这一箱 专门给你特殊政策 怎么特殊 第一 允许差额 其实您就落这1000块钱 您就拿8000块钱 扣去付给自来水公司的7000块钱 按差额 然后按照三个点 简易方法 您来寄税 就OK了 所以政策就变成这个了 反正您进项税也别抵扣了 但是仅限于水费这一项 其他的您收取的什么 保洁费呀 服务那些 那就正常按物业服务 六个点 抵扣方法 交税 OK 这就是我们实际业务中 就产生这一个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前面讲征收率的时候说的 不管一般 还是小规模 提供的是劳务派遣服务 只要你选择 差额核定销售额的 一律是 5%的征收率来交税 不管一般 还是小规模 都是用 简易方法 这个简易就 其实不是选择了 就变成必须用简易了 哎 这个就是一般和小规模 这个我们在前面 已经给大家讲了 拿你收上来的公司 社保 劳务费 在减去付给员工的工资 社保 你最终留下的 就是那点劳务费 按照五个点 计算纳税 是不是 怎么开票 我们前面都给大家讲了 这就行了 这样我们就感受一道例题 我就不举例子了 看这道例题 劳务派遣公司 一般纳税人 22年的12月份 他向用人单位 整个收取了500万 用于支付给派遣员工的工资 三显一斤 同时还收取了30万的手续费 含增值税的 这不就服务费吗 总共一共收取了530万 那如果这家派遣公司选择 差额寄税的 请问该公司当月应纳的增值税 只要一选择差额 意味着它就变成了 减一寄税方法寄税了 于是大家看 他就拿收上来的减去付出去的 用这个差额 按照五个点的征收率 不能是三来交税了 这不就行了吗 这道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整个的第五节 简易方法寄税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好吗 都是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 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 我们综合体理器中有疑问 但这疑问我想啊 也不会在这一节考 都会在哪 都会发生在清理固定资产 都是在清理固定资产上 然后用简易方法 三减按2% 算出应纳税额 其实整个这一节考计算题的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OK 这样整个的第五节 简易方法寄税 讲完了 一说简易计税方法 上来第一个要记住 适用于一般 也适用于小规模 都可以 但是一般必须是在税法有明确规定 可以用的时候才能用 小规模没有任何限制 肯定可以用 只不过一般纳税人税法明确在规定用的时候 会出现你是可以选择用呢 还是必须来用 这个大概知道 你看我们这个的时候必须用 是哪些情况下 寄售物品 典当死当物品 那就必须得是用 大部分都是选择 这个选择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卖的东西特殊 特殊的货物 特殊的服务 特殊的盈改增之前的不动产 所以才可以让你用简易方法 没有明确说要用的 必须用抵扣方法 这是第一点 适用于两个 适用的情况下 一定要记住特点 就是不能抵扣 尽向税额 所有的尽向都不能抵扣 这是简易方法 特别要清楚的 虽然自己本身不能抵尽向税额 那你算出的一定是应纳税额 但是不影响什么 不影响可以开具增值税的专票 照样可以开专票 除非三减二的 意味着下降是完全可以抵扣的 这就是简易方法 咱们把这些原理跟一般计税方法的区别 搞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在设计小计算题里面 如果专门讲的是资管产品 仅对这个资管产品的运营 才能够选择适用简易方法 其他的业务不能选择用简易方法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别的没什么 简易计税方法就这些 好吗 最后再算税时 这个应纳税额 税机是跟一般计税方法一样 都应该是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做计税一句 怎么核定销售额全都一致 只是影响的计税方法不同 税机是相同 好 这一节就简单总结这些就可以了 这是第五节 好 进入到下面一节 就是专门讲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征收 这个也不排除会在综合题当中 作为其中的疑问 考的概率还挺高 为什么 因为纳税人在够进这个环节时 他不见得只在国内购买货物 购买服务 他会从国外购买货物或者是服务 都会变成他的进项 所以我们进口环节缴纳的这个增值税 大方向应该清楚 涉及的都是将来您当期的进项税额 对不对 你国内购进的时候买进的是进项税 你现在进口环节缴纳增值税 其实就是进项 所以在计算题里都会影响到一个进项税额的底扣 大家在学习这一节的时候呢 重点第一个 简单知道它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 非常简单 重点就在应纳税额的计算 把这一点计算 会影响到本期的进项税额底扣 从而影响到应纳税额 这是重中之中 增值税的管理没什么 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看看就可以了 总体来讲这一节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难度 好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先简单看一下 它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 我们在学这一节的时候 应该结合什么 要结合后面的关税这一章 来一起看 免不了再算这个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时候 它是离不开关税的 那就告诉你 你从国外进口东西 跟在国内买东西的时候 最大的差别在哪 就是多出一个关税来 你跨越国境了 所以就有关税 你在国内买 它就没有关税的问题 所以要结合关税这一块 好 在征税范围上 第一个是 一 进口的货物 二 也包括物品 货物是用于贸易性的 物品就是纯用于私人消费的 这是第一 不包括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这清楚了吗 这一部分都是指引改增以后的 这个时候不是海关来带争 是带扣 带脚 所以不在这里面 海关负责带征征的 都是货物跟物品 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的网上 跨境的零售进口商品 就是网购 直接网上购买的 它就没有国境 跨越国境了 这是一点 具体包括 跟海关联网的这些电商平台 能实现在交易支付 信息方面都能在平台上 能够核对信息的 可以 没有跟海关联网的电商平台 但是它涉及的快递啊 优证 也都能提供这些物流信息的 这个也可以 都适用 这就是海关负责征税范围 纳入到海关的电子商务 征税平台里的都可以 这是征税范围啊 不属于跨境进口的个人物品 不能提供这些电子信息的 零售进口商品 都应该缴纳的叫行邮税 那就按一般的行李物品来交税了 这个是在我们关税里 还会设计的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一征税范围啊 第二就是纳税人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或者是代理办理 报关手续的单位个人 凡是代理进口货物的 就看海关填发的那个凭证上 是单抬头还是双抬头 填谁 谁就是纳税人 填的是委托方 委托方 填的是售托方 那就是售托方 哪怕填了售托方 最后他也找委托方去要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跨境的零售进口的就是除个人 就您在网上直接就买了美国那边的一个什么东西 您自己就是纳税人 电商企业 电商平台 物流公司 往往是作为代收代缴 义务人 就他在收你这些快递费的时候 他就把税一块就给扣了 就收了 好 这就是关于纳税人 纳税人是谁 代收代缴 义务人是谁 简单清楚就可以 啊 适用的税率要分 如果是进口的是货物 一定注意这一点上 这也是容易出错误解的地方 凡是进来货物的 就不再按身份划分了 不管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 再算增值税的时候 一律都要用税率来交税 小规模也不能用征收率 哎呀 你说我小规模交税时不得用征收 不是 一律都用税率 特殊就是抗癌药品 罕见药品 允许按照征收率 3%来交送准税 否则都得用税率 用税率进口货不都是13吗 基本上 这个大家要注意 零售跨境网购的这些商品 要看单次进来的 限值5000元 一年下来 组额是26000 在没超出这个限额以内的 关税是免的 零 增值税可不免 增值税享受的是减征 按多少 按税额的70%来征 这个务必不能混 就没超出限额的情况下 关税是不交的 增值税得照交 只是减 这个大家听 这通了到关税那儿就重复的 把握好就可以 好 我们的重点的重点 计算体就在应纳税额的计算了 首先我们来看进口的如果是货物 这是由海关来征 你要进口的是劳务 是服务 它就不是海关来带征了 海关只负责进口的货物跟物品 这样的话 既然海关来带征增值税 开票当然是海关开票 征完你税之后 海关给你开专用缴款书 那么在进口货物时 要进一步看 您进来的是应税消费品 还是非应税消费品 如果你进来的就是普通的货物 是非应税消费品 这时候组税的价格 所以大家知道 凡是进来的货物 一律要求按组成计税价格 来计算缴纳增值税 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你买货的时 直接是按照发票 销售方给你开具 发票上著名的金额来交 这个不是 这绝对是组税价格 这组税价格就出现了 关税的完税价格 多出了一个关税 国内买的情况下 就是价格 没有关税 它就多出这个关税来 然后组税价格 一定乘以的是税率 哪怕小规模纳税人 他也得顺用税率 如果是应税消费品 那就意味税机里面 还要多出一个消费税 因此他的组税价格 除了完税价格 除了有关税 多出一个消费税 它是价内税 然后再乘以税率 所以进口后 在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时 大家发现了吗 为什么会要跟关税结合起来 是因为它的组税价格里 一定有这个关税的完税价格 而进口后 这个完税的价格 到底是什么价 就是倒案价格 CIF价格 所以这个完税价格 到底应该怎么确定 这都要结合 关税这一章 详细给大家介绍 我们在增值税这一节里面 没有讲完税价格 是怎么核定的 没有 就是告诉你 以倒案价为基础的 这个完税价格 货价 再加上运费 再加上保险费构成的 所以叫CIF价格 好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结合关税 如果要考增值税率 可能完税价格直接就给了 如果要结合关税考 它会把这完税价格拆开 你自己先得要把完税价格对了 完税价格对了 关税才能对 关税对了 消费税才能对 最后增值税才能对 所以我们进口环节 大家就发现找到源头了 这个源头都在完税价格了 糖葫芦的第一个不能够 错 第一个没吃着 后面吃不着 这就是它特色 所以大家要结合后面讲的关税 详细来看它 这就是进口户 但如果是进口劳务 海关就不管了 谁呢 是由我们境内支付的这一方 代扣代脚 就不是代征了 所以呢 就不是海关给开票了 必须是由税务局代开 完税平征 这是应该代扣代脚的税额 就是拿支付给境外的款项 除一加税率 再乘税务 往往这个税率基本上都是几 都是6% 就是营改增以后的那些服务 而这个货物往往都是几呢 都是13正常的货物 所以一个是代征 一个是代扣 但是区别是在哪 大家看 一个是直接就凭着海关的专用缴款书抵扣 一个是凭着税务机关给开具的完税凭证 来评票抵扣 所以不管是海关代征的还是代扣代脚的 总之算出来的这个税 记住了 算的都是本期的近向税额 它虽然叫应纳税额 但是你一定要悟出来 它的性质其实就是缴纳的近向税额 既然是近向税额 那就意味着这个近向税额可以抵扣吗 当然符合条件是可以从销向税中抵扣 抵的时还都属于我们前面讲的平票抵扣 这是它 就你算出的这应纳增值税额 其实都是相当于近向 都可以抵扣 这个大家清楚就没问题了 看完这两个公式给大家解读 首先这个完税的价格要结合关税 第七章的关税就是道案价 CIF价 货价 还有起泄前的运费相关的保险费 这是第一 跨境网购的商品 这个就不是以计税价格了 就我们网上买东西零售进口的 一定注意是这个价 就是你买这件商品的实际的交易价格 它也是零售价加运费加保险费 这个将来我们出计算单选题 大家要清楚 哎呀 我网上买了什么 买了一件那个大衣服装挺好看的 那你也要交增值税 交的时就是以买这件大衣的交易价格 作为计税依据 所以这个要清楚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跟进口环节从价积争的消费税 税机绝对是相同的 最后是最重要的 误出来 进口环节算出的应纳税额 只要符合条件 相当于就是算的进项税额 完全可以抵扣 抵扣的时就是凭着海关给您开具的 专用缴款书 对不对 它是平票抵扣 包括代扣代缴内税额 也是进项税额 都可以抵扣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把握好了 好了 这就是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缴纳 其实最翁之意 重点都是在完税价格 就是要结合关税 大家要掌握好 这就是应纳税额的计算 没有什么难点 最后征收的管理 纳税的时间就是在报关的当天 地点就是海关 把时间记住了 一定是在填发缴款书之日起15天 这15天大家记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整个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缴纳 太简单了 很简单 就哪怕出计算题 我们很容易都拿分了 好 看完了啊 我们来立竿见影 大家来练一下 23年的2月 这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 不是一般 他委托一家贸易公司 国外进口了一辆小汽车 这一说小汽车就是应征消费税的 直接就给了你完税价格了 和人民币35万 关税的税率也给大家了 小汽车的消费税率也给了 让大家计算 进口这个小汽车应当缴纳的增值税 会算吗 不管一般还是小规模 一都要要求按组成计税价格交 第二都必须是这个按税率来交税 哪怕小规模也不能按征收率来交 是不是这样的 由于是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所以他的计税价格一定是完税价格 加关税 小汽车呢 消费税是从价计征的 所以跟增值税的税金一样 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就是他的组税价格 用这个组税价格再乘以13% 就是增值税务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所以拿满税价格加关税 然后除一减5% 再乘以13% 所以这里的考点主要地方就是要注意小规模 他不能用征收率 也要适用税率 好 这就是一道题 看完这是进口货物 我们再来看一个零售进口物品 网购物品的中国公民王某 23年1月首次通过跨境的电商平台买了一套高档化妆品 网购 直接就买了 实际买化妆品的交易价格是6500块钱 下面王某应缴纳的税额中 让大家选正确的是 免关税 但应当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 首先先知道了 这是单次一次购买 是5000块钱 一年累计是26000 你这单次超了吗 超了 超了就不能免关税了 是不是 好 免消费税 但应缴纳关税增值税 错 既要缴纳关税 也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既免关税 也免增值税消费税 都不对 准确的答案 大家看是C 所以对于网购 个人网购进口 买得的商品 这个一定注意 单次是5000 超了超了就得交 一年累计额是26000 没超的话 关税是零 增值税消费税都不免 享受的只是减征 OK 如果超出单次 或者年度限值的 全额增关税 这是特色 全额交增值税消费税 都没有免减问题了 一定是在限额之内的 免关税 减增值税消费税 才有优惠政策 这道题大家清楚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一节 就是第六节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跟减一计税方法 中间这两节 大家学起来是比较轻松的 好吗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这一节 进口环节 增值税的缴纳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我们最后这一节 也是简单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进口环节当中里 要注意 首先要分清楚 进口的是用于从事贸易的 那都叫货物 还是完全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的 这就叫跨境零售进口的物品 是不一样的 物品不是用来做贸易的 还是说从国外进口的是服务 买的是服务 我们都讲完一定要清楚 你进口的是货物的 首先海关来代征 进口的是物品 只要是动产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都是属于海关来代征 但是呢 你要是进口服务的情况下就不是了 一定是由支付的这一方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是我们学完的第一点 第二点要注意 当你进口这货物的时候 不管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在交增值税的时候 都要求按组成计税价格来交税 不仅按这计税价格 而且通通都要按照适用的税率 来计算纳税 而此时这个税机的计税价格 一定会涉及有关税了 是要拿完税的价格 必须有关税 很有可能 还有消费税在里面 组成你的计税价格 它跟进口纯物品是不一样的 你跨境网购零售的物品 这个在交增值税的时候 计税的依据就是你实际的交易价格 实际的交易价格 就不是在组成计税价格了 就是实际买这件物品的交易价格 这是不同的地方 而且对于这种进净纯消费的物品里面 一定要注意的是免关税 减增 增值税 什么条件 把这个五千单次的 累计一年两万六的必须记清楚了 这个要清楚 对于进口服务 对于进口服务实行的是代扣代交 一定是拿你付给境外的服务费 拿支付的价款 往往是除一加6%再乘以6算代扣代交 这是整个进口环节涉及计算题的 那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进口货物也好 服务也好 算出的虽然叫应纳税额 但实际上这个应纳税额 缴纳的都是指本期的进向税额 符合抵扣条件的都可以作为进向税额 平票可以来抵扣的 是没问题的 好 这就是整个这一节进口环节的 增值税缴纳 很简单 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讲 学完了前面的一般计税方法 要一学这你就觉得 这太容易了 对 就是容易 好吗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第六节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就介绍完了 那进口环节的税讲完了 下一步就该讲什么 讲出去的了 我们进来的一般都要征税 我们鼓励的是出去 那么这一出去的情况下 就牵扯到是免税 还是既免又退 所以就有一个退免税的政策了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七节 注意不讲进口了 讲出口 出口 跨境业务 其实这两个大家看出来 出口货物 他这里说的跨境业务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出口的是服务 他换了一个词 他不叫出口服务 他就叫跨境服务 多别扭 都是出口不就完了吗 我们就这样理解就可以 由于你出口 所以我们鼓励你给国家赚外汇啊 所以享受关于退税 免税和征税到底应该是什么 因为你具体还要看你出口的是货 什么货物 什么服务 所以他税收政策是不一样的 关于出口退税 退免税这一块呢 我首先跟大家来说 他呢 其实不是我们CPA考试当中的重点 就他出题的概率啊 都不到10%概率 其实他概率很低 但是呢 大家感觉到学的时候嘛 这个出口难度还挺大 尤其是初学税法的学员啊 真的学起来有点费劲 所以呢 有些学员纠结 说老师啊 你讲的出口对税 我实在要听不懂的话 我可以放弃吗 这里明确跟大家说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看历年 这五年 包括再往前的真题 第一 他绝对不会考在综合题里 他没法考 他这个增值税的综合题 他主要考在国内 啊 这些业务服 他考出口的不好编 知道吗 第二就是 他哪怕考 也就是一个小单选题 客观题 所以他出大题的可能性没有 所以他占的分也很少 出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这块讲的挺多的 哎呦 政策一大堆啊 但是呢 考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这一节有点性价比 本身有点低 哎 这个就大家自己看情况 如果我一讲 您完全能听懂了 然后回去练练题就行了 足以应付考试 如果说我这样讲 你都刀枪无辱 你都听不明白了 我就告诉你 你就放弃就行 你别自己为难自己了 哎 这一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 好 那么这一节的重点是在哪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要知道一下政策 在出口这一块上 不管是货物还是服务 我们适用的税收政策 是既免又退呢 还是直免不退呢 还是不免也不退 就这一块来讲太多了 写一大堆 最后呢 考个选择题 您还是没记住 这个我觉得还不如放弃了 您就别纠结它了 我们重点的地方 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 如果您这单位就有出口业务 那您得跟着我好好学学 因为你一出口就涉及到可能有退税问题了 那么作为生产企业 作为外贸企业 如果享受出口的 这都是主营业务以销售货物为主的呀 所以他们都是指出口的是货物 这样享受退税的情况下 退税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它的税机 你算应纳税额的时候 你税基底搞清楚了 你现在算退税额的时候 那你退税额的税依据是什么 到底退税额是怎么来计算 这两大企业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听课的会计们 你有的是在生产企业工作 有的是在外贸企业工作 如果都有出口货物行为的话 别弄混了 因为你们各自的退税依据不一样 退税额的计算方法也不同 要弄清楚 然后呢就是纯概念了 驻华石领馆的这些人员 就是比如说英国驻中国的石领馆 这些人 因为他长期住在中国呀 他在中国境内买的一些货物和服务 按照国际惯例 他是可以享受退税账策的 怎么个退 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容易考成客观题 选择题的 还就是围绕这第三点考 所以大家要多刷说题就可以了 其他就是理解 这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下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 先说关于在有关出口上 我们适用的税收政策 三种政策 第一种就叫做既免税又退税的 就出口本身不用交税 免 不仅免还可以享受退税交的那个税 适用于谁 一生产型的企业 但是生产企业再进一步限定 身份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都得是一般纳税人才有退 如果这身份变成小规模 那就都变成直免不退了 所以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为什么 因为采用的必须是抵扣方法来计算缴纳增值税的 才能有退税 因为它退的就是你的进项 所以不可能是小规模 因为小规模是简易方法进税 压根性向税就不能够抵 所以就没有退的问题 所以生产企业 首先身份是一般纳税人 用抵扣方法来计算的 属于什么情况呢 最主要的是量子 自产的货物出口 因为生产企业本身就是制造业企 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对外出口 或者虽然不是自己产的 但是视同为出口 视同为自己产的都能享受 所以对于生产企业 要想享受既免又退的 一、一般纳税人 二、用一般计税方法交税 三、必须是自产的货物 至少也得是视为自产的货物出口 这是生产 第二个呢 外贸企业注意 也是一般纳税人 也是要用抵扣方法交 但适用于什么 它就不是自己产的了 它一定是从国内购进来的货物之后 然后出口 而且这种购买的货物出口呢 都一般是百分之百全部出口 它不留 因为它不是生产企业 所以它往往是百分之百全部都出口 这是第二 第三个呢 就是赢改增以后的服务企业 服务企业也得是一般纳税人 但是它出口的服务 一定是我们前面讲税率内结中 适用于零税率的那些服务和无形资产 所以我们在前面说了 哪些服务适用零税率国际运输服务 在境外完全是出口在境外的一些消费的服务 必须是零税率不是免税的 所以这是三个 享受既免税又退税 不管是货物还是服务都可以 但是货物也好服务也好 其实都是指的适用的是零税率的 才意味着免退税 如果适用是免税的 没有退税问题 所以它一定是适用零税率的货物跟服务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政策是直免税就没有退税了 看出来了吗 直免税不退税的话 第一个大家看是出口的货物跟劳务太多了 我在客家里就没有给大家一一列 第一个就是出口企业 出口的是税法规定的那些货物太多了 一共14项 这个建议大家你也别背了 你背你也背不下来 背了就忘 第二个呢 就是视同为出口的这些货物跟劳务 这些你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个 其实第二个要从纳税人本身来讲 这光说的是货物 直免不退的适用于谁 小规模 如果你本身是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那就直免不退了 他就不可能有退税问题了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呢 还是直免不退 就是服务 这些服务就不要求大家背了 为什么 就是你记住了适用零税率的那些服务 你只要记住一个甩下的这些服务出口 都是变成直免不退的了 所以你这个呢 只记一个就行了 只记那个零税率 享受退税的服务 甩下的 都是直免不退的 所以我们这里建议大家也不要背他了 好 这就是服务里挺多的 好好看 这里要注意 如果是不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见证咨询 实际的接受方是境内单位的 境内的货物不动产给他进行认证 见证咨证咨询的 这个就不属于完全在境外的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凡是给境外销售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专业技术 也不包括下面这些 都是指不完全发生在境外的 这个是照章要征税不免的 这些大家也不用详细来背 看看就可以了 必须是完全在境外消费的 百分之百都出口的服务 才能享受 直免不退 否则照章征税 这不就跟我们增值税第一节里面说的 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一些服务行为 是不征税的 只要加一个字 没有完全发生在境外的 照样的交税 是不是 所以这些我们都不要求大家 详细的来看这些 乌鲁乌鲁一大堆 但实际上很少考这些东西 好吗 尽管我课件给大家都已经列了 您呢就简单的看看我这些课件 服务也好 包括无形资产也好 您就简单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税收政策里的第二个 叫直免不退的 也包括货物 也包括服务 也包括无形资产 最后呢 大家看叫不免也不退 大家说既不免也不退 意味着吗 那相当于就视为是国内内销位 所以就变成征税 该怎么交怎么交位 所以呢 等于整个出口这一部分 我们的三种政策 第一是退 第二是免 第三是争 三个字就总结了 至于哪些是不免也不退的 大家就更不要去记这些东西了 好吗 好 这就是呢 第一个知识点 了解一下我们实行的三种政策 至于这三种政策 各自适用的货物是什么 服务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贝了 贝了也没用 好吧 好 这是第一个点啊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享受退税的话 它的基本方法 就退税的计算方法 怎么来退 两种方法 第一种记住了 三个字 免 底 退 这种方法 三个字 有免 有底 还有退 用这种方法的一定清楚适用于谁 第一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必须是生产企业 必须是出口的是自产的货物 至少也得是适通自产的 还有加工修理修配 还有明确列举的74家企业出口的非自产的货物 那你这74家还看了就不看了 我们要留住的主要是用免底退的就是生产型的企业 出口自己产的货物 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免底退 第二个适用的就是出口的是服务 适用零税率的那些服务跟无形资产 但是这里对于外贸企业来讲 如果您是把服务或者研发的无形资产是自己研发的 这个就实行免底退 你要是买来的无形资产出口 那就是免退税 所以外贸企业一定注意看的是自行研发的 还是购进来的 这个看看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适用免底退的 主要适用的就是生产企业出口服 所以我们即使在考计算体的情况下 也是考出口服 出口服 很少考出口服 因为出口服的特点是交多少退多少 它征税率跟退税率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考的 主要是考货物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生产企业这个免底退 大家把这三个字的含义只要理解了 基本上计算体就没问题了 首先免是免什么 免的是应征的增值税 但是应征的是哪个环节的增值税 这里免的就是你出口的时候 这个环节应当缴纳的增值税 理解吗 你征产企业因为你有内销啊 你不出口的这一部分是照账交税的 只有出口这一部分 你应该缴纳这个增值税 其实这个增值税 就是你应缴纳的销项税 免去了不用交 该免的免内销的照账纳税 免的是出口环节 应当缴纳的销项税率 销项税不也是增值税吗 抵是什么 抵的就是用于出口货物产生的进香 因为你出口货物不也得买原材料吗 你原材料在买进时 不也已经交进香了吗 出口对应的进香 可以去抵应纳的增值税额 但是啊 不包括既征既退 先征后退的那个应纳增值税额 所以这里面应该抵的那个应纳增值税额 抵的其实就是哪块 抵的就是你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 可以去抵 所以你出口这块的进香税额 想由于去抵了你的增值税额 意味你少交增值税了 你本来应该交的销项税额 由于拿进口的进香税去抵了 想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内销的销项税 比实际要交的要什么 少少交了 因为有一部分是拿出口的进香去给冲了 少交了销项税了 第二句 退是什么 当你去抵这销项税额 抵是以后抵不完 出现了负的 对没抵完的这一部分 可以享受退税 所以你看我们给你的出口退税是优惠 为什么 因为你出口这一块 该免的免 该抵的抵 所以就导致了你少交的增值税少了很多 而且在免了在抵完之后 你还有没抵完的进香 还可以退给你 那可不是优惠的 又不交 还可以把没抵完的还可以去退税 所以这就是特色 然后这里提示 适用零税率这个服务 你是完全可以放弃这个零税率 选择免税 或者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但是一旦放弃 36个月内是不能再申请 因为你适用零税率意味才有退税 知道吗 你不仅退 而且你进香税是可以抵 但你要零税率放弃了 那就变成只免税不退税了 甚至要交税了 只要你交了税了 那你进香税就可以抵扣了 这个清楚就可以了 这就叫免抵退 适用于谁 生产企业 这个要弄清楚了 而生产企业适用免抵退 跟外贸企业不一样在哪 第二种退税办法叫免退税 就少了一个底子 你看一下 它适用于谁呢 适用于不具有生产能力 它不是制造业 它就是一个外贸企业出口货物的 第二个是 也要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外贸的服务或者无形资产的 总之免退税适用的是外贸企业 只有免 只有退 没有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免就是免你出口环节 应当缴纳的 仍然是销项税额 不用交了 退是什么 在外购这些个服务或货物时 缴的那个进项税额 直接就可以退给你 所以用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话 外贸企业这个免退税 相当于就叫先征后退 购进时该怎么交怎么交 当出口的时候该怎么退就怎么退 这就是外贸企业采用的叫免退税的方法 好了吗 好 这两个看完了之后呢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有些新学员说了 老师啊 免底推 生产企业 你告诉我的是免 多了一个底 然后是推 那么外贸企业呢 那您告诉我 就是免和退 少了一个底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就要跟工作实际联系来 我们首先先看生产型的企业和外贸企业不一样在哪 生产型的企业最大的特点是自己产的货物 他先是自己产 产出这货物 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外贸型的企业 外贸型企业就是主营业务是出口 生产企业不是 他往往生产出来的货物是又有内销 又有出口 看出来了吗 他如果要把自己出来的生产的货百分之百都出口 那就跟外贸企业一样了 也变成免退税了 就是因为他又有内销又有外销 所以他才多出这个底 您看底是意为什么 你用于内销这一块是没有免的 你内销这一块是要记提销项税额 该怎么交怎么交 而你出口这一部分呢是鼓励你的 出口这部分的销项税是免销项税不用交了 政策看好了吗 一个交一个免 第一句 紧接着 你用于内销这一块 不仅销项税要交 而且呢 对应的进项税额 看出来了吗 可以抵扣吗 你对应的这个进项税额 第一是可以抵扣的 没有问题 去抵你这个销项税 这不就是销项减进项吗 因为必须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 是不是 好 不仅可以抵 我们刚才全讲完了 那要抵不完呢 出现了负的怎么办 你内销这一部分产生的进项 抵不完的政策是留底 那按照我们刚才讲的新政策 留底的话 你要再符合条件的话 那么留底以后再来享受退税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内销 那我们再来看你出口的这部分货物 首先是免了你出口这个环节的销项不用交 销项没有了 那你下面你用于出口货物不也得耗用原材料吗 那你也产生了进项 那你这个时候的出口所产生的进项税额 您看什么政策 首先第一个就多出的是这个字 可以抵吗 可以抵 尽管这时出口是免销项税额 但实际上它是零税率 零税率就意味什么 销项税有 只是零 既然有销项 它进项税额当然允许可以抵抠 所以用于出口货物所产生的进项 照样可以抵 而且您发现还是从哪抵了呢 是从你内销的销项税额中去抵了 我本来内销该怎么交怎么交的 嘿 结果拿出口的进项税去抵抠了 那导致我内销的销项税少交了 不仅可以抵 结果也出现抵不完了 那抵不完的这一部分 就跟内销的进项不一样了 出口这一部分的进项底不完 那就享受退税了 就不是留底了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那留底退税的事 如果你还享受免底退税的这样生产企业 一定是先办出口退税 办完了才能办留底退税 所以它最关键的就是多出来一个底 为什么 因为你内销这一块的进项税额是不能享受退税 只能抵 出口这一部分的进项不仅可以抵 还可以享受退 这就是生产企业 这流程就出来了 外贸企业为什么没有底呀 您看看外贸企业的特点 它不是生产型的企业 它是一个贸易型企业 它一定是先从国内购买这些货物 从哪购买 就是从国内的工厂来购买 它从国外拿订单 拿完就交给国内的企业来生产 然后它从国内的工厂就来收购 它就是购买货物 把买来这个货物在购进这个环节时 它就产生了进项 然后它把买来的货物注意 百分之百就全部出口了 知道吗 它不留 它就全部出口 国外订单多少 它就全部都出去了 这是外贸企业特点 当它百分之百出口的时候 这是出口环节的销项税额 还有吗 没了 就全部都免了 这就是第一个字 但您发现它还有底字吗 没有了 它出口免了 那它买的时候交的进项税额呢 它产生的这个进项 直接就享受退税了 就行了 销项免了零税率 那你进来购买时产生的进项 该怎么退就怎么退呢 所以它就两个字免和退 没有底 底只有生产型的企业 看好了吗 如果生产企业啊 生产出来的百分之百全出口 那也变成了免退就完了 百分之百全出口就全免了 然后用于出口对应的进项税额 该退就退你了 它也没底的问题 所以生产企业之所以底 就是因为它又有内销 又有外销 我们先把这两个逻辑结构 先看好 生产企业为什么叫三个字免底退 外贸企业为什么两个字免退税 没有底 这思维结构出来了吧 好 这是先讲明白的 这就是两种退税方法 搞清楚了 那么搞清楚之后我们来看 只要能享受退税的话 退税的依据是什么 退税的税基一定要清楚 两大企业差别非常的大 首先说生产企业 出口货物也好 劳务也好 当您出口的时候 就不是倒案价格了 一定是要根据离案价 作为你的退税依据 注意啊 生产企业一定是根据离案家 这里有很多学员就不理解 不理解什么 老师 您不是说退的时候 不就是退他那个 买原材料 交的那个进项税额 不就退给他吗 那你在退的时候 为什么不根据你国内买货的时候 那个买原材料时 购进的那个金额 然后你来作为退税依据啊 你怎么不根据这个作为 退税的税基啊 哎 等于你退的时候 怎么又变成了离案家呀 你想想生产企业的特点是什么 他买进的时候是原材料 等到他退出口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货物了 这这这这都不一样啊 他不像外贸企业 我买进的就是这批货物 我出去的还是这批货物 这个生产企业不一样 生产企业你是产生进项了 但是是针对原材料 你交的进项 那么等到你出口 我们是根据你出口的这个货物 享受零税率的 我们退你啊 这已经是变了呀 他不再是原材料了 所以要根据你此时出口这个货物 然后来决定你退税的依据 所以都要根据离岸价格 就是FOB价格 所以就不能根据你购进的金额 原理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别误解 如果是进料加工再出口的 什么叫进料加工 就是进来时是保税 没争你进项税额的 然后你再出口 那么在退的时候 从整个的离岸价中 要把保税这一部分的料件金额 要剔除出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一部分你没交税啊 所以当然也就不能考虑退税 在考虑退税的时候 从税机里要剔除出去 因为这一部分没交税 要是从国内购进的是免税材料 就跟保税道理是一样的 你也没有交税啊 所以从整个的退税的税机里 要把免税的这一部分金额 要剔除出去 所以只要呢 你在购进材料的时候 你没有交进项税额 退的时候 当然不能够考虑这一部分 要把这一部分的成本 要剔除出去 所以这就是两个工事 要么就是离岸价 要么就是离岸价减去免税部分的金额 就是你的退税移居 这是生产企业 好吗 再来看外贸企业呢 我刚才说了 你的最大特点是 你购进来的是什么货物 是A货物 你保证出口的时候 还是这个A货物 原封不动 看得了吗 因此它的退税依据 大家看出来太简单了 你甭管是购进的货物 还是加工修理修配 都是指你在购进的时候 销货方给你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面著名的金额 也就说你这个外贸企业 一定是从国内的工厂企业 购进来的 它是销售方 它把东西卖给你外贸企业时 它一定要给你开专票 因为它得交税 所以它销项就是您的进项 您再把它百分之百 还出口的话 就是这批货物 专票上著名的金额 再乘以退税率就完了 所以外贸企业的退税依据 就是你的购进金额 就跟在国内购进货物是一样 只有生产企业特殊 你购进的时是材料 你出去的不是材料了 是已经是货物了 所以他必须用这个货物本身的 离岸价做退税依据 就不能根据购进材料的金额 做退税依据 那就不对了 你出去的不是原材料 OK 这回清楚了吧 所以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 他退税依据是不同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否则你计算题就没法做了 这个清楚 至于说出口的是 进项税额没有抵扣 但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这不就二手的设备了 这是我出口 我当时呢 进项税也没抵扣的 这个就拿你专票上著名的金额 就可以 然后乘以一个什么 占比 以使用过的净值 占设备原值 不就乘以净值率吗 不就可以了吗 还有免税品的经营单位 销售的货物 这个也是专票上著名的金额 这就看看就行了 这我们一般也不考 好 还有这个机电产品 输入特殊区域内的水电器 这些大家就可以忽略 肯定不考 你尽管放心 所以我们的重中之重 看的就是什么 就是出口货物 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 好吗 至于说出口的是服务 如果是运输 就是实际的运输收入 作为寄税依据 其他的行为 都是你实际取得的收入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呢 退税的依据 咱们就把握好 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 它的退税依据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FOB加 一个就是购进金额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